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有关建设工程的担保制度 担保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有关担保的一个方式 担保方式总共有五个 一 保证 二 抵押 三 质押 四 留置 五 定金 这么重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考过 要记得住是哪五个 保证是人的保证 拉一个人出来给相应的债务做担保 如果债务不履行的时候 这个人保证赔钱给债权人 人的担保 抵押和质押和留置 这三个是用特定的物作为担保 如果将来还不出钱 债权人可以把这个物拿去拍卖掉 然后拿来抵债 定金是交给对方一笔钱做担保 如果我不买你的东西了 你可以把我的定金给他没收掉 那么由于保证是人的担保 所以他必定是第三人 不会是债务人本人 而抵押和质押都是物权 是设在特定的物上的权利 我不在意这个物是谁的 你比方说你向我银行贷款五百万 然后呢我要求你提供一个房产的作为担保 只要这个房屋的产权人愿意跟我银行签抵押合同 办理抵押登记 我根本不在意这个房子是谁的 将来你五百万行不出来 我就申请把这房子拍卖掉就完了 所以他可以是本人的房 也可以是第三人的赌系 但是留置和定金一定是本人的物被扣住了 本人的钱被扣住了 好这个内容呢 以前考过两三次 每次考到了都没人会 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 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时候 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一个反担保 反担保也是担保 生用担保法的所有规定 担保具有从属性不可分性 组合同无效 那么担保合同也无效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以后 债务人担保人保债权人有过错的 根据过错的各自承担责任 这句话呢很重要 担保是从属的不可分的 好下面先看一下第一题 关于建设工程担保 说法正确的是A 设定工程担保是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债权 更好的实现 这种话呢不可能讲错 B 建设工程担保的方式包括抵押 质押 违约金和定金 那么这个后面两个是错的 违约金不是 定金也不是 一定的定 才是担保 这个定金不是担保 C 担保合同无效 被担保的合同必定也无效 这个是写反调的 被担保的合同是组合同 担保合同是从合同 应该是组的无效 从的才会无效 所以C呢 留意一下 写法呢 第一 抵押物和质押物 必须是在无人本人所有的物 这个前面讲过 抵押权和质权都是物权 是对物的权利 而不是对人的权利 所以不一定是本人所有 可以是第三人所有 第二题 担保分为法定担保和约定担保 那么属于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 单方面采取的担保方式是哪一种 这个呢 根据我们前面啊 在物权法里的讲过的例子 同学们应该反映的过来 留置是欠什么扣什么 不需要你的统一的 所以它是依法单方面行使的 叫做法定担保物权 而保证抵押质押和定金 都是合同行为 要签订保证合同 抵押质押合同定金合同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总体的担保方式呢 介绍到这里 然后我们开始学习保证 保证的第一个内容 这个三角图要把它看到 被担保的合同叫做主合同 保证合同指的是保证人 向债权人做出个承诺 如果债务人不履行 我保证替他把钱赔给你 所以保证合同是保证人 跟谁签的合同 跟债权人签的 不是跟债务人签的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不要把它弄错了 保证的方式有两种 一般保证指的是债权人 先找债务人要钱 债务人没有钱怎么办 所以不能找保证人 法律的规定是 必须先起诉债务人 打完一审打二审 打完二审强制则行 锅碗瓢盆都不剩 才能去找保证人 只要债务人没有倾家荡产 手上还有一个碗 你就不能找保证人 所以一般保证的保证人 还是比较安全的 连带保证不是这样 连带保证指的是债权人 可以直接找债务人 也可以直接找保证人 也可以两个人一起找 所以听下来 大家就要反应过来 债权人喜欢一般 还是喜欢连带保证 债权人喜欢连带保证 那么保证人喜欢一般 还是连带 保证人喜欢一般保证 这里的基本概念要清晰 保证人的资格 看上去的是死基因被的东西 其实它是项目经理学习保证的最核心的内容 工地上会涉及到大量的保寒 而保寒中水最深的地方 就是保寒上敲的张 比方说有一个PPP项目 那么市政府为了融资 给施工企业提供了一个 什么还款保证书 你一看这个还款保证上面 敲的张 是某某市人民政府 马上找到市长 市长你开玩笑了 这个东西你给我了 我收着也没用的 还给你 你帮我换一个别的张 换一个什么 某某市城市发展投资公司 某某商业银行都没问题 但政府机关的 导航收了也是没用的 或者你看上面敲的张 某某人民医院 或者某某大学 这种张来都不要 那么某某大学后勤发展集团 那么这种集团公司的张来可以收 如果一看张上面敲的是 某某公司财务专用张 最好退回去 要求他换一个公张 如果是分公司的张 那么退回去 要么就是你把分公司的张 这个保证书 然后加上法人授权书 两个一起给我 我可以收 没有书面授权的话 这种情况下 分公司的张不能收 所以这段话 其实就是提醒项目经理们 在收保函的时候 保函上的 保函上敲的张 是水深不可测的地方 务必要仔细看清楚 不要收了个无效的保函 第二个就是看保函的时候 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内容 要留意看一下 第一个保证的方式 有约定的按约定 没有约定的时候 是按连带保证的 而保证期间 有约定的按约定 没约定的话 应该是在旅行六个月之内 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 或者在六个月之内 要起诉债务人 否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 你就不能再追究保证人了 保证范围有约定的 按照保函上的约定 没有约定的时候 保证人应该对 主债权利息违约金 损害平仗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全部承担责任 那么被担保的合同 是组合同 被担保的合同发生变更 对保证人的影响了 非常的大 这里的三段话 同学们其实不需要记得 看最后一句 被担保的债务加重 或者被担保的债务人换了人 必须取得保证人的书面统议 例如中间二局找到陈老师 陈老师我们前段时间 进了一个厂房项目 总共只有两成 很小的一个工程 工期了六个月 业主的老子进了水 非要我们出一个旅游宝寒 你愿不愿意帮我们做个保证人 我给你两万块钱 那么陈老师听完以后了 欣然同意 因为我不相信你这么大个公司 连盖个两层房子 都会干出事来 我赔得起 你还丢不起这个人呢 这两万等于是我净赚的 结果陈老师做了保证以后了 情况不对了 图纸天天改 没多久了 这个厂房外面呢 就加了一个什么办公楼 盖了个二三十层 厂房自己的面积呢 搞得很大很大 再一打听了 这个施工队呢 也换了人 原来是中间二局 现在被转包给了一个 第一次做工程的厨师 这时候陈老师就吓坏了 那么由于陈老师 是为施工单位的施工任务 做担保 所以被担保的施工任务加重 被担保的施工队换的人 都必须要取得陈老师的书面同意 否则陈老师不在担责任 但是如果这个开发商 或者说这个厂家换的人 需不需要陈老师同意啊 不需要 因为陈老师不是为这个开发商做担保 而是为施工队在做担保 所以无论开发商换了谁 都是不需要陈老师同意的 陈老师对新的这个业主 继续承担责任 好 这方面的原理呢 听懂了就很简单 第二题是今年的重点题 假向银行借款 以为保证人 那么说法正确的是 A 以可以要求假提供反担保 这个是对的 B 如果保证方式没有约定 以承担的是一般还是连贷啊 连贷保证 保证合同是保证人以跟随签的合同 是跟债权人还是债务人 跟银行签的 债权人签的 D 保证期间银行换了人的 需不需要取得 你的书面同意 不需要啊 第三题 假企业予以银行签订一份 五十万的贷款合同 并且在贷款合同的担保人栏目中 加盖了企业印章 现在假到期没有还钱 说法正确的是 A 由于保证方式范围期间 均没有明确约定 所以该保证合同无效 说法是错的 那么这三个东西呢 虽然没有约定 但是法律全部替你规定好了 B 以只能通过司法途径 告得假倾家荡产了 才能去找饼 C 以可以直接找饼 但是只能问饼要本金 第一 以可以直接找饼 可以问饼要本金 利息和罚息等 这道题呢 考了表格里的两个内容 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 按一般还是连带啊 按连带保证 既然是连带 以就不需要去打官司了 可以直接找假 也可以直接找饼 第二个 保证的范围没有约定的话 保证人是对本金当者呢 还是对全部当者呢 全部当者呢 所以这个题做完以后呢 啊 那么保涵里啊 最重要的几个内容 同学们也就会记得比较牢 好 回头我们再看一下啊 施工中常见的保证种类 管理的话呢 一般每年都会考一分 但是法规了没有考过这里 所以大致的了解 投标保证金啊 可以是现金 银行保涵 保罪支票 银行汇票 现金支票等 施工投标保证金 不能超过百分之二 且不得超过八十万 以现金或支票创始提交的 必须是从基本账户里转出来 啊 不可以从分公司账户里转 履约保证金 由招标文件规定啊 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百分之十 招标人要求坐标人提交 履约担保 应当同时向坐标人提交 一个对等的东西 那么履约担保 对等的东西呢 是支付担保 你问我要履约担保 我就可以问你要支付担保 最后预付款担保啊 是承报人向发报人提交 第四题 关于建设工程中的担保 说法正确的是A 建设单位将自有工程进行抵押 应当将相应的地权一并抵押 这个就是房地不分离 当然是对的 招标人要求 坐标人提交履约担保 应当同时向坐标人提交 一个对等的东西 那么请问履约担保的对等 是不是预付款啊 不是 是支付担保 C 预付款担保 是发报人向承报人提交 保证按约定付款的一个方式 这个说法呢 是错的 所谓预付款担保 指的是 6月30号工程开工 那么开工前一个礼拜 也就是6月23号 发报人呢 应该向承报人按约定 打一笔被料款 让他买材料 但是发报人有一个 严重的心理障碍 万一我把钱打给你 你卷了钱跑掉 不干活 我找谁去啊 于是要求承报人 向发报人提供一个担保 担保人向发报人承诺 如果承报人把你这三百万全跑了 那么我替他把钱赔给你 这样的话呢 发报人心里就定了 然后呢 就放心的把钱打过去 所以预付款担保是承报人向发报人提交 担保 担保承报人收到钱以后 不跑路啊 的一个担保方式 啊 这个概念呢 都是项目管理呢 应该讲清楚的一个概念 那么第一 施工企业集团财务部 可以为下属独立子公司承担工程项目 出去预约保寒 那么在收保寒的时候 一看上面敲的章 是财务部的章 或者工程部的章 这种情况下呢 都不要收啊 因为这种保寒呢 都是无效的保寒 要求呢 总公司的章 好 关于保证 就给同学们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抵押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抵押权 首先我们看一下抵押的基本概念 公司甲以其名下的一栋办公楼 作为抵押物 为公司已向银行申请贷款做担保 并在登记机关办理了抵押登记 问你在这个关系中 抵押人是谁 我们在这里呢 画了一个图 那么首先呢 是被担保的合同 是一个贷款合同 债权人是银行 债务人呢 是已公司 而公司甲出面 把自己的办公楼抵押给银行 约定 将来如果说已还不出钱 银行呢 可以把这个办公楼呢 去升协议折价 或者说是申请了贪卖 在抵押合同中 那么银行就是抵押权人 而公司甲呢 就是一个抵押人 所以这道题呢 应该选的是公司甲是抵押人 这个三角图呢 以前呢没有考过 同学们呢 大致地了解一下 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概念 哪些财产可以抵押 哪些财产不得抵押 同学们不要使记硬背 记住它的基本原理 抵押是买卖的前奏 将来还不出钱 抵押物是要拿去拍卖 拿去抵债的 所以一定是可以卖的东西 才可以抵押 不能卖的东西就不能抵押 所以一听就知道啊 老婆孩子是不可以抵押的 胳膊和腿也是不可以抵押的 土地的所有权是公家的 不能卖也不能抵押 那么建设用地使用权是私人的 可以卖也可以抵押 宅基地使用权虽然是私人的 但是它是限制销售的 所以不能自由买卖 就不能自由拿来抵押 好 那么不能抵押的土地所有权 宅基地 自留地的这种使用权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依法被查封的 不能自由买卖的 都不可以自由拿来抵押 抵押权的设立 分两种情况 房地产的抵押权 登记才设立 不登记不设立 而动产的抵押权 无需登记 至抵押合同生肖时 第二题 根据物权法 下列哪些财产作为抵押物时 抵押权制登记时设立 A 医疗机构的医疗卫生设施 那么不能买卖 也就不能自由地抵押 宅基地使用权 虽然是私人的 不能自由买卖 也不能自由抵押 所以A和C是属于不能抵押的情况 B和D都可以拿来抵押 但是B是一个动产 而D是一个不动产 他问的是登记时生效的情况 所以这里应该填的是不动产 选D 这道题其实三个知识点全部考到 哪些可以抵押 哪些不能抵押 哪些是动产 哪些是不动产 再看一下抵押的效率 抵押的效率 今年下面两段比较重要一点 抵押担保的范围 跟保证担保的范围是一样的 有约定的按约定 没约定的按全部 全部指的是主债权利息 违约金 损还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抵押人 因为抵押物不转移占有 所以抵押人 他有义务 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抵押房产 并保证其价值 在抵押期间 已登记过的抵押物 可以进行转让 但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应当通知抵押权人 并告知受浪人 这个是担保法的规定 那么物权法的一个小修改 就是要经过抵押权人和受浪人的同意 我们教材还是按照这个担保法在写 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没有按物权法的最新规定来写 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价款 比方说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了 现在房子可以卖 但是卖的时候 这个卖掉的钱 应该提前还给银行 也可以交给第三人提存 第三人提存 抵押权是一种重权力 具有重属性不可分割性 所以不可以和被担保的债权分离 单独转让 第三题 施工企业以自由的房产作为抵押物 向银行借款一百万 后来无力还贷 经诉讼后抵押房被拍卖 拍得的价款是一百五十万 贷款的利息及违约金为二十万 实现抵押 选择费用 比方说给拍卖公司的钱 十万块钱 那么拍卖以后呢 应该还给施工队的钱是多少钱 这个题材出的很巧妙啊 拍掉的是一百五十万 这个拍卖公司 可能要先拿走十万 那么还剩一百四十万 那么一百四十万里边呢 那么这个抵押权的范围 如果没有约定的话 银行可以优先收场的 应该是本金一百万 然后加上什么利息啊 违约金啊等等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 这个呢都可以 那银行呢先拿走 那么还给施工队的呢 就是二十万 第四题 重点题 关于抵押说法 正确的是A 抵押人没有义务 妥善保管抵押物 并保证其价值不变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的啊 你向我借个一百万 然后把这个房子抵押给我 结果在抵押期间 这个房子被火烧掉了啊 或者说是怎么样毁损掉了 这个情况下的话 银行的利益就没办法保证了啊 所以 它是有义务的 B 转浪抵押物的价款 只需要高于担保债权即可 这里呢是 法律根据是错的啊 那么法律的规定呢 就是转浪抵押物的价款呢 啊 应该按照市场价值来啊 市场价值来 C 当事人可以在抵押合同中 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 这个说法呢 完全正确 有约定的按约定 没约定的按全部 D 抵押权可以与被担保的战权分离 而单独转浪 错 它是从属的 不可分的 第五题 抵押期间 抵押人转浪 已登记的抵押物 通知了抵押权人 并告知了受让人 转浪物已经抵押了情况 则 该转浪无效还是有效啊 啊 那么根据教材的规定呢 是有效的 C 转浪所得价款 可以向第三人提存 这个说法呢 是正确的啊 提存 转浪所得价款 应当有抵押权人所有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清场啊 清场 可以优先的还给他 提前还贷 那么一 转浪所得价款 只能用于提前还贷 那么错的只能 啊 这个章节的这些体啊 就是看上去好像特别的枯燥啊 都是法条的原文 所以学起来呢 确实有点累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抵押权的实现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抵押权能未受清场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抵押权 第一种是和抵押人协议 把抵押物折价拍卖变买 协议不成的话 就去法院起诉拍卖变买 简记为协议或起诉 同一不动产向两个以上能抵押 我们把这个就叫做重复抵押 那么由于不动产的抵押 是登记生效的 所以应该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来清场 顺序相同的按比例分配 例如某在建工程 3月1号抵押给贾 借了100万 3月5号抵押给乙 问乙借了200万 3月6号又抵押给秉 问秉借了500万 3月7号秉做了抵押登记 3月9号乙做了抵押登记 贾因为工作太忙 始终没有登记过 最后因为还不出钱 在建工程被法院拍卖 拍了2000万 最先给谁 最先给秉 因为秉 登记在前 再还给谁 再还给乙 那么这两个人拿走了700万 还是1300万 1300万是不是非得给假 不一定的 有可能开发商欠了银行行长 1000万 再不还的话 以后贷不到款 有可能欠税务去局长800万 再不还的话 有可能将来税务会想办法 让他这个售楼处的查封掉 不能卖 还有可能欠了当地的报纸 这个500万广告费 如果再不还的话 搞不好 以后就没办法再做广告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说 谁逼得最急 钱先还给谁 不一定非得还给假 这里边要特别留意 这个假的情况 因为假 房地产的抵押权是不登记不这里 所以假因为没有抵押权 也就没有了优先从这1300万收藏的一个权利 开发商的想还给谁就还给谁 好 抵押的全部重点内容呢 给大家呢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来讲质押 质押呢分为两种 一种是动产质押 一种是权力质押 那么权力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支付宝到底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银行的理财产品 在香港买的万能仙保单 动产还是不动产 同学们注意 天底下的财产并不是分为动的和不动的 而是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有形财产 又分为动的和不动的 比方说汽车就是动产 房屋是不动产 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什么支付宝啊 银行理财产品啊 流通股票啊 这个存单啊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权力 那么权力呢包括银行票据 存单提单 包括流通股 包括可转让的资产权中的财产权 包括应收款 理财产品等等 那么这里呢注意到 如果考质押 永远都是考一句话 就是房地产只能抵押 不能质押 质押的核心内容就是这句话 下面的表格呢了解一下就可以 什么东西可以抵押 汽车和房屋可以抵押 但是支付宝不能抵押 什么东西可以质押 那么汽车可以拿来质押 股票可以拿来质押 但是注意房屋不能质押 不要问为什么 法律就这么规定的 房屋不能治养 那么流制的对象只能是汽车 那么对于房地产 包括这个什么支付宝这些东西 不能用生用流制权 好第六题 某开发商将AD块的地权 作为向银行贷款的担保 确保自己按期还贷 问你把地皮拿来做担保 这是一种什么方式 这道题的话 原来管理也考过 厦门管理 大家注意 建设用地使用权 是有形的房地产 并不是无形的权利 那么所以呢 把这个房地产拿来作为担保 这是一种抵押的行为 选C 保证可能是错的 保证是人的担保 由一个人出来做担保 第七题 假施工企业在银行办理投标保 银行要求假提供一个反担保 那么假不能够拿来质押的是哪几个 A施工设备 这是动产 流通股 这是权利 看不见摸不着的 应收款是一个权利 所以只有房屋产权属于不动产 那么可以质押的是动产和权利都可以质押 不能质押的是房地产 这个题是质押的典型题 这一个题会做的话 质押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 下面我们再学习第三种 就是留置担保 留置权是债权能依法单方面行使 无需征得对方的同意 无需协商 所以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担保方式 受到了法律的严格的限制 法律规定一般仅在三个合同中 才是用留置权 这三个合同的最近几年考封掉了 要把它背在拱花烂熟 保管合同 运输合同 加工承软合同 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时候 债权能对这个合同的标的物 也就是相应的动产 有一个留置权 当事人也可以在事先签合同的时候 明确约定 不得留置 通过事先的这个约定 排除掉债权能的法定留置权 那么留置权能应当妥善保管好留置物 我欠了你的修理费 两万块钱 不错 你把我几十万的吊车扣在那里 结果扣了几天以后 吊车因为某种原因被雷给批换掉 或者说被烧掉了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你应该赔给我 应该赔给我 好 第八题 关于留置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留置的标的可以是动产 也可以是不动产 这个说法是错的 只有动产才适用于留置 三个合同的标的物全部是动产 B 买卖合同中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时候 债权能可以依法行使留置权 这个说法是错的 那么适用留置权的只有三个合同 运输 保管 加工承乱 不包括买卖或者说租赁合同 C 加工承乱合同中可以事先约定 不得了留置 那么有约定的话 就按照约定的来 将来的话你欠了钱他也不能扣你的东西 通过事先约定来排除 第一 留置期间留置物回水灭时 由债务人自认倒霉 这个说法是错的 应该是留置权人 他来进行赔偿 第四条 定金 债务人履行债务以后 定金应当抵住价款 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 发生什么情况 无权要求退还 不履行 收受定金的一方发生什么情况 双倍返还 不履行 比方说在小区里 定了一套房 交了二十万的定金 约定五月一号 交房 结果开发商晚了两个礼拜 五月十五号交房 能不能要求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 不可以 因为这个是拖延履行 他不是不履行 五月一号如果准时交房 门把手是坏的 空调在滴水 能不能要求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四十万 也不可以 因为这个叫做挟持旅行 不按约定旅行 而不是不履行 小区里定了三套房 给了开发商六十万定金 每套二十万 结果开发商交了两套房 最好的那一套被领导看上了 交不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能不能要求双倍退还定金 一百二十万不可以 因为这个是不分旅行 不分不旅行 你只能就不旅行的三分之一 那一部分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四十万 但是不可以要求了 这个六十万的定金的双倍返还 所以定金的水深不可测 它只适用于不旅行的场合 也就是说你不买了 我不卖了 它不干了 而对于拖延旅行 部分旅行 或者说是瑕疵旅行 它都不生用这个定金的法则 其次定金要事先书面约定 但是黑纸白纸不生效 实际交付才生效 交付多少生效多少 比方说合同中约定 要交二十万的定金 结果呢你只拿出了五万 那么开发商呢 只要房子卖出去了 总会是一个业绩了 就收下了五万 那么这个时候将来 如果开发商还不出钱 应该双倍退还多少呢 是按照实际交付的五万 双倍退还 而不是按约定的退还 这个道理呢很清晰 那么定金数额 不到超过组合同额的20% 否则全部无效 还是超过部分无效 是部分无效 第九题 六月一号 加以双方签订买卖合同 总价一百万 买方六月十号按约定 向卖方交付了二十五万的定金 交多了吧 好 那么正确的是A 定金合同应该是几号生效的 六月十号在交付的时候才生效 签订的时候并不生效 比定金不可以抵做价款吗 可以的 我到时候再给你七十五万就可以了 如果卖方不能交货 应该退还多少钱 很多同学以为是四十万 我们看一下这个解析 这二十五万呢 要进行拆分 法律认可的定金二十万 双倍退还 但是还有五万块钱 虽然不是定金 它毕竟是买家的钱 不是你的钱 你还要还给买家 所以超出的部分是原物退还 一共是退四十五万 这种算法呢 要会算 第一 如果买方放弃购买 人可以厚着脸皮 要求卖方还五万 原因就是法律只规定 不履行的时候 无权要求退还定金 这二十万 我是不要的 你没收没收好了 但是五万块钱 它不是定金啊 不是定金的话 你没收它就没有法律根据 所以这个敌人是正确的 那么超出百分之二十以后 应当如何处理 同学们要通过这道题呢 把它给准确 准确到位 谢谢大家